這座餐店現炒現煮 菜色超多自己夾 卻有民眾買到這一盤 便當裡有菜有肉燥 滿滿一盒花了115元 但豆芽菜上卻趴著一隻 好像焦黑的壁虎 快要嚇死 那一隻明明就很個白 那樣跟他跟我說很正常 櫃台小姐更天了 天才呢 這位大小姐跟我回答 這是螃蟹 我知道 他那種瞎說裝傘 很誇張 太瞎了吧 這是螃蟹 他在講什麼 疑似焦黑壁虎肝 店員還狡辯是螃蟹 急著退錢打發人 結果老闆反駁 那不是壁虎 是青蛙腿 他說疑似壁虎是擴大了 但是一定是青蛙 他因為噎嘴的關係跑過來了 因為白雲的時候把牙齒了 牙齒了之後它變成肝 我們這邊沒有變開的 我們這邊要加強去 去隔壁我的房間 越聽越離奇 這不是壁虎卻是青蛙 疑似混到木耳裡才被吃到 這怎麼像糖 怎麼像壁虎的 不可能啦 這樣就太懶惰了 不一定不小心 稍稍讓我落下 我嚇到啊 我就有點害怕 網友傻眼吵壁虎超耳 那青蛙的其他部位呢 不能想好恐怖 買便當以為吃到壁虎肝 結果竟然是青蛙 不管哪一種都沒人想吃到 難怪客人這麼火大 記者宏夫人 郭宜貞 高雄報導 我是方彥迪 主播工作讓我學習 傾聽所有人的意見 也要保留自己的判斷 也許我們無法踏遍所有土地 但能從新聞裡看盡每一道風景 我是方彥迪 請您鎖定中視YouTube頻道 記得要按讚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喔